各位观众现在记者所在位子就是在德国柏林的街道上 那么为什么会在这边 因为6月10号外贸协会就要来德国柏林展出欧洲形象展 那么这一次展出的内容包含因为台积电要来到德国设厂 因此这一次会聚焦在半导体这个产业上 有非常多的欧洲的这边科技厂是特别会来出席 那么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也已经来到德国这边了 我们来听听他稍早的访问 这个我想台积电跟欧洲这边的合作呢 一定会需要很多生态系供应链的一起配合 那就像在美国亚利桑那跟日本雄本台积电的投资 也必须要有很多台湾的合作伙伴 还有当地的合作伙伴 大家一起来打造这个供应链的生态系 那现在我们我觉得更值得大家高兴的就是 我们跟欧洲方面已经开始进行半导体人才的培训跟交流 那我们从三月份开始就已经在欧洲这边 增集了一些优秀的欧洲大学生到台湾去接受半导体的训练 那所以台积电在德勒斯登设厂它所开启的 不只是台欧双方的技术产业合作 甚至可以带动进一步的人才学术交流 那更进一步的很多台湾跟欧洲之间彼此生活方式 更进一步的融合跟交流都是很值得期待 好这一次呢欧洲台湾形象展也会在当地时间6月10号盛大登场 而董事长黄志芳也有特别提到 因为这一次会聚焦在车用半导体上 因此像是台积电的主管联发科 还有像国际大厂默克等等都会来出行 那这一次呢除了说这个半导体的重点上呢 其实在6月10号当天下午也有各种的专题演讲 还有论坛就是希望呢大家可以更清楚 更了解台湾的一些半导体产业 那么以上就是德国柏林的最新情形